大家晚安 欢迎您收看重磅新闻 今天台北市政府廉政委员会会召开会议 今天这个会议众所瞩目是会公布 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廉政报告 第一篇的第一段的廉政报告 第一段的廉政报告涉及到的是大巨蛋 那这个里面很明显的指涉 马英九市长及当时的财政局局长 是也就是马英九所指定的议约召集人李树德 然后在整个的议约过程 有十次议约会议啊 李树德有数次在议约的过程中间 显然违背市政府法令所赋予他的 这一个获取市政府最佳利益的这个立场 然后呢 然后让利 让给远雄利益各种方面 那所以今天这个廉政委员会决议应该要移送这个李树德 以及马英九市长 只是市政府由谁来啊 是由柯文哲市长还是由法务机关 还是由这一个廉政委员会里面 也有这样的律师去告发或者是移送 这个是由啊 这个柯市长的市府来做决定 那移送的罪衔啊 这个应该是图利罪 等等等等 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会参加会议的 徐新黄 以及我们市议会的前议员徐佳青 佳青一好 姚老师好 那今天这个会议你参加了 整个的内容这个报告也大概公主于事了 其中你可不可以新黄稍微重点的说明一下 今天这个弊案 我们可以把它叫弊案了 对不对 那这个弊案就大巨蛋弊案的主要指责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针对李树德跟马英九要指责 你可不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这个案子其实主要就是说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处参法 根据处参法去办了一个BOT的案 所以就是说在处参法里面当然有些基本的规范 它规范说比如说你这个双方签的合约 要符合所谓的公共利益 要符合所谓的公平的原则 但是很明显就是说在我们跟台北市政府跟远雄所签的这个契约中 后面因为我们发现它变更了很多嘛 在一月里面几乎九成的条文几乎都变更过了 我们很少看到就是说政府的契约变更这么多的 那第二个是你变更了这么多呢 你会发现大部分对远雄是比较有利的 有42项是对远雄有利的 但是只有两项是对市政府有利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很明显就是失去了公平的原则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一定会讨论到很关键 就是93年9月23号那一场会议 因为那场会议李树德讲得很清楚 它是根据市长跟赵成雄董事长 他们开会所得到的一些共识 去做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 删除营运权利金的这个决定 因为删除营运权利金相当于就是说 你让台北市市政府会损失了大概 五六十亿的一个潜在的一个营运的收入 如果是根据远雄自己所提的财务计划书的话 因为它财务计划书显示说 它未来就是50年的BOT的期间 它的营业额大概会有2871亿 如果用这个数字去反推所谓的营运权利金的话 大概市政府损失的额度大概就是五六十亿左右 那换言之你这么大的一个金额 就是很明显就是说这对市政府来说 这个契约签的对市政府来说很明显不公平 所以很明显就是说 至少李树德在这个程度上面有图立的一个嫌疑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开会的时候 第一个先讨论住的就是李树德 那再来就是跟我们的马英九前市长 到底有没有关系的这个部分 因为李树德讲的就是在93年9月20号的那一场 我们大家把它为什么称之是密会 是因为他没有会议记录 也没有录音录音的档案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些间接证据是说 这个远雄的那个副总经理蔡忠宜在上节目的时候 他自己谈到好几次跟那一场会议有关的内容 包括跟马市长谈到了所谓的那个权利金的部分 包括其他的是回馈金的回馈计划的项目 所以他其实从间接来看 大概我们从蔡忠宜的口中有 可以想象的出那场会议里面 可能谈到一些比较关键的部分 那根据李树德的说法 也是根据那一场会议呢 所以才会做出来他们营运权利金就直接拿掉的这个决定 那所以从这等等等等的事项呢 才会让郑文龙律师他们列的 当然他们列的更完整 就整本报告书里面把项目一个个列出来 从当初真神委员跟这个所谓的远雄吃饭 或是账户里面有不当的资金的这个状况 他们都列出来 所以到最后才会去 他们去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说要建议要市政府要移送那个马英九前市长 然后跟李树德 而且罪名的部分我记得应该是不是只有土力而已 还包括背信 包括独职 大概是这三个 对 我想这个刚才新黄特别提到 其实是他提到的主要是提到的那个权利金的部分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所谓的 那个房屋转租转让的那个部分 那一部分本来也是不准许的 因为那是法律强制规定 尤其从BOT的母法 所谓的出产法 一直到那个公告 也就是根据出产法所做的公告 都认定 这一个将来签约权利金是必要事项 对 必须等等 换句话说 所有这些母法的规定 对 都规定权利金是一定要的 对 而且母法甚至于规定说不能没有 对 结果你删删删删删刀没有 是 光这个条文这个契约本身就有问题了 对 因为他根本违法的契约 契约本身效率就有问题了 刘老师因为这很重要的是 对 打从一开始 只有远雄来投这个标得标的时候 对 他就一开始想要用所谓的 商业住宅出售这样的一个逻辑 对 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连赵腾雄都不会言的说 对 公权利要大力配合 有关那个地幕 他当时用这个 那个这个那个这个的部分呢 就是要公权利配合 只要公权利配合 一切都不是问题 那因为那个土地是不能当做商 可以做商业 可以不能做住宅用的 住宅根本不行的 对 所以违反那个地幕的这个使用相关办法 对 但重点是我们回到BOT 这个促参法 第51条其实讲得非常清楚 对 他说民间投资机构 依契约所取得的权利呢 除了第52条规定的改善计划 或53条的适当措施以外 而且要经过主办机关同意 那这个主办机关在 今天这个案子就是台北市政府 他说不得转让出租或设定负担 或为民事执行的标的物 对 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为什么马英九所带领的这个市政府 有李肃德去主谈的议约 却要开了这么多的例外 然后让他呢 在未来的营运当中 可以把他的这个建筑物 可以不断出租 可以不断转让 而且还有可能设定这个标的物 民事标的物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这摆明着 公权力是在大力配合远雄 这样的一个案子 那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称马市长所带领的团队 是市政府最败家的 有史以来最败家 大概也不为过了 那不为过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几个动点 在于说 如果他在 这个我其实以前跟李肃德 也讲过很多次 我说你投资 我并不反对 市府负债 也不是最难堪的事情 重点是你的投资标的物 将来要有利益回收 那个才值得 我说我们花了200多亿 去买了松烟的巨蛋 这样的一个土地在那里 一块给了富邦 去做所谓的文创 另外一块做体育园区 结果这两块 我们每年都付出 高达三亿元的 这个所谓利息 那这么大的土地 如果我们设定地上权 我们早就已经收很多权利金了 可是今天搞了一个BOT 连基本的权利金 都给远雄全免 那富邦 其实富邦相对比较起来 富邦也会觉得很 很不以为然 说那为什么远雄可以全免 我呢 21年还得缴13亿 虽然站在我市民的立场 跟议员的立场看 我还觉得 那还便宜了 富邦你这个13亿 21年的这个权利金 还是过低啊 因为我们的一些小的文创业者 还租不到那样子高价的一个展场 所以相对之下你就知道远雄这个案子 有多么的夸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要好好的去查 所以今天 今天联政会开会 应该是确定了这个 要移送 对 上前前朝政府的相关 主要相关的人员 当然其他次要的 我们就不要去说到 我们先看一下这段新闻影片 这个政府要移送的这段影片 北市府联政委员会查大巨弹案 8号将公布结果 其中录音档文件指涉当时马市长 涉嫌图利远雄 根据了解联政会 你将建议北市府将马总统移送检掉 马英九市长当年确实在很多项目 放水违法 那这个部分 我认为已经收集了证据 就应该先移送法办 身为元首 马总统还有刑事豁免权 主导议约的李素德等人 也都高升部长等级 因此整起案件最可能由特征组接手 就看马总统如何接招 其实我想嘉欣啊你自己是学法的啊 在在实物上也非常熟悉 现在我们分了两个案 两部分啊 至少这两大部分应该跑不掉了 嗯 这两部分都是图利的问题 是 第一部分叫权力经 嗯 刚才清皇已经把那一个最重要的日期给讲了 930901 9月1号 嗯 原来第二次会议 第三阶段第二次会议 第二次会议 决定还有权力经 对 930920 在市长办公室 远雄的老板赵腾雄 就跟马银九嘀嘀咕咕了半天 嗯 没有记录 没有内容 什么人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可是呢 他的总经理后来 这几天在电视上讲了一些内容啊 那那个内容当然 他说有十几个人 所以证人是存在的 证人是存在的 反正现在 那个内容好 这90920 这9月20号 93年 然后9月23号 93年9月23号 居然就做成不要权力经的决定 是 而且那个决定呢 鲁士 李树德在那个会上就讲 大老板说 嗯 啊 大老板说 请大家不要啊 这个如何如何 所以这一个让例就完成了 嗯 那从到现在为止 你想想看 现在是104年了 是 11年前这个案子 嗯 要不是政府更替 恐怕这个案子就实陈大 而且大军团盖完了 这个案子也不可能再查了 是 至少这部分没有了 监察院39个为师的指责 也没有很具体的这一块 对 完全没有这一块 老老师 我做一个小小的说明 因为这当中刚好是我在担任议员的期间 所以我是深深感受到这件事情的这个痛苦啊 因为我们在议会不断的透过议事规则的咨询 请他做专案报告 总是要不到资料 那马英九所带领的这个市府团队 就老是给你两手一摊 因为涉及商业机密 我们现在不能公开 那如果以马英九当时还在所谓 招标或者是议约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理解 但是在后面已经都谈妥了 已经签了约了 请问一下这些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呢 对 市府照理说应该将所有相关的案件 都让议员有知道的权利 然后我们了解说我们市库有多少收入 否则我怎么知道说你这个签完以后 到底我是赔了夫人又责兵 因为他怕被你骂了 他一定会被你骂了 不是被骂而已 你看他会停下来 因为他其实在讨论 为什么讨论他图里还有讨论到一点 就是那颗蛋跟商场之间 所谓的附属事业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有争议的原因是变成说 本来呢我们知道处餐法就是这样子嘛 你要养那颗蛋可能会亏损 所以我让你有些商业的空间 让他去养他嘛对不对 但是呢怎么会谈到后面变成 这颗蛋的亏损由市政府自己吸收 然后那边赚的钱呢 统统给你远凶 那这一拆开很明显 这对市政府来说 或是对市民来说是非常不公平 所以他是怕定 亲王你讲到另外一个重点了 除了权力经全免这一块 另外一个重点就在这里 本来照处餐法的相关条件 合约应当是要将 所谓你的这个BOT的这个主体 他的亏损这个部分 由于其他的来补贴 所以这个在法律条文上 本来是应该要列入的 但是市政府也让他 也让他没有了免了 就说如果这里亏 就不必由赚钱的部分来补 对将来继续亏下去 亏损留给老百姓 因为将来要交给 交还给台北市政府 反正交给市政府来赔 是所以这个我说 割地又赔款 陪乐夫人又折兵 一点都不会过 因为我们花了200多亿 买了土地 我们在缴利息的租金 然后呢我们得到什么东西 50年后只能得到一个破弹 然后这当中所有的收益 所有的这个经营使用 完全都是远雄的权利 我市政府还不能参与文问 只得到一个所谓回馈 一天一年有所谓的10天 到多少的这个什么公益演出 那三个里的里民 去大巨蛋吃饭打九折 消费吃饭 还有使用他的健身房打八折 那还得你先消费呢 然后还有我们学校 这个要去参观 打八折 所有这些他现在用的 所谓回馈方案 来取代权利金的这个说法 这是后来掰出来的另外一套 这很奇怪 他的回馈计划 他的回馈方案 明明就比较像是促销方案 一点都不像是回馈 马英九为什么会同意 让李素德去主谈这个案子 那他又指示了李素德 做哪些决定 其实李素德 一而再再而三 在这个议约当中 他都不断的强调 根据市长政策指示 还有府内高层 府内高层 大老板说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几次这种 呼之欲出的后面那一只黑手 不外就是马市长 那马市长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观点 马市长也是学法的 虽然他不懂得怎么做生意 但好歹这个一加一等于二 这总该懂嘛 他怎么会把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大一块土地 做这样的决定 然后隔壁还有一个松烟 明明的还在那个地方 有权力金的状态之下 他可以免了赵腾雄 其实相关的这种案子 我在当时当议员 乃至于另外一个案子 叫美和氏案 是连开案 也是同样的 割地又赔款 哪有我土地99.65%的人 结果我分到的比例只有三成 然后那个只有0.35不到的 这个土地的人 却可以分到七成 而且这个土地的 跟这个建物营建成本等等之间 我说马总统啊马总统 你已经高升到总统了 以前你败家就败一个城市而已 现在是给你败到整个国家 所以我当时老实讲 我心里是非常的 现在 家庆啊 现在有人认为 因为马云九现在还贵为总统 是 他有刑事豁免权 你现在移送他 他反正也老实在在 无所谓 那将来他可能还可以 因为发觉到有问题 他说不定可以提前辞职 比如说他到今年9月10月就辞职 让吴敦毅就上来 做几个月的总统过瘾一下 然后呢 过完这个瘾之后呢 他在最后两个月赦免前总统 所有的罪 这你要晓得在中华民国的宪法赦免是不分罪名 因为他是特赦的 特赦 针对个人过去所有的行为 没有发现的 已发现的 已告发的 侦查中的 判罪的 全部都可以赦免 就针对人的 那中华民国这种事情 那他大可以这样做 所有你的移送都结束了 那倒霉的就那个李树德 那就会跟那个 那个什么文一样啊 余文 余文一样的 反正就谁叫你要那么听话 你就继续 要接受征讯了 要负这个责任 那这个部分确实是实在太不像话 因为我们先要把这两个部分分开了 现在远雄在那个地方 看到大家在讨论那个弊案 昨天有位记者问我 那远雄那一部分 我说这现在谈的弊案跟远雄没关 因为为什么跟远雄没关 远雄是受益者嘛 对 远雄所有的 就像刚才嘉青所说的一样 他都强调什么都要公权力 对 那可能公权力都贩卖掉 后面有没有什么不当得利 或者那个叫对价了 那个我们不要去管他 说你要变更地幕 单单一个变更地幕 这个就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原来是商业用途要变更可以住 不管他住三哪 还住几随便他变 那就已经是一个大变动 这个就对价就出现了 这个图里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谈一下 就是说这个弊案跟将来远雄那个蛋 这个互相之间 因为这个是两件事情 对 那个事情 那件事情还在继续要应付的 可是 弊案归弊案 远雄归远雄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重磅新闻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有关远雄啊 这个跟这个市政府之间的勾结 对 那刚才谈到马英九 跟李树德那一块 这个今天联队会已经确认 他们涉及弊案 对 涉及所谓广义的贪污制罪条例里面 有关的徒利罪 那这点移送 大家就看法律检调以后怎么来办 对 可是接下来另外一块也很重要 对 这个远雄最近真的是越来越嚣张 因为他以前跟公权力是 逾取以求嘛 他把那个马英九 你看看 所有的刚才我们所讲的都完成了 连变根地木他都可以想象得到 然后他到了好龙兵 他也反正逾取有求 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最近啊 我们先看看 他最近啊 这个在施工的时候 还有工人受伤 这个按法律规定 这是要急发生 急发生就急 急要急要通报 密集通报的 可是他就是不干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台北市劳动局突击大巨蛋 进行劳动检查 警察人员仔细检查 因为大巨蛋发生公安意外 工人坠落重伤 包伤却涉嫌隐匿 劳检结果晚间出炉 大巨蛋施工 总共16项违规 其中11项属于重大缺失 包括两公尺以上开口 没有设置护栏 两公尺以上河梯 没有搭设施工架 以及没有设置上下的安全设备 隐城洞违反两项 裁罚8万元 大巨蛋商场违反三项 裁罚19万 旅馆搬送洞违反六项 裁罚25万 加上先前开罚 四家施工厂商 罚金总计102万元 看样子这个远熊 简直是目中无法 应该说我觉得远熊是太习惯 在过去的时候 都有人帮他 公权力站在帮他的那一面 不管是帮他遮掩 还是帮他通过 他需要的事项 像我们在谈大巨蛋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今天我们讲的是 我们叫PAR1 他是第一波而已 他第二波的时候 其实是在讨论所谓的 好市长任内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个案子横跨 从马市长到好市长的时候 那马市长的时候 是完成签约的这一段的动作 其实主要执行的部分 新建的部分 都跟好市长任内 其实有关系 而且很有趣的是什么 很有趣是说 好市长其实刚上任 前几年根本没有要处理 大巨蛋的事情 但是后来突然 加快加速了这件事情 而且前几次的环评 其实都是没有过的 是到后来环评 才突然用硬干的方式 让他通过的 所以这个案子 其实有趣在哪里 有趣在就是说 你去看我们现在 看他的安全的问题 我们要探讨是 当初好市长 为什么要让他做一些 这种他的量体的变更 比如说 为什么你可以准 他的开挖深度 可以到22.6公尺 比捷运还要深 为什么你可以让他距离 距离捷运板南线这么近 只有12.7公尺 为什么你可以同意变更 让他的旅馆 距离所谓的送院的古迹 只剩8.6公尺 原来规定是要 超过21公尺 他既然让他变更到 只剩8.6公尺 你的施工是 笃定会影响到古迹 那这些变更 为什么当初会同意他 这其实在历次的 都记审议委员会里面 一次一次的去送件 然后通过的 但这几件事情 为什么很重大 因为理论上 就是说他要离捷运 只有12.7公尺 这件事情 其实是跟我们 跟我们知道的 建筑的法规 其实是不太合的 因为我们建筑法规 其实会讲 就是说你要 跟他距离他这么近 然后你开挖深度 挖到22公尺 理论上两栋的建筑 最好要保持 两倍三倍的距离 也就是说你至少要维持 大概四五十公尺 以上的距离 怎么会只有12.7公尺 当初是谁审核的 这是为什么审核给他过 因为像就像高铁 会发生下线的事情 他一定要找 外部的机构来做外审 对不对 可是这整个案子 我们都没有看到外审 那到底是 捷运局当初是怎么审的 是怎么当初 怎么让他通过的 这就是我在说的 就是说第二阶段的部分 其实就是要探讨 这些问题 然后到底舒适在谁身上 责任在谁身上 没错 其实现在我觉得 政府要担心一个问题 最好在七月份以前 不要有出任何的事情 否则因为他现在 让他继续施工嘛 对 因为他说的理由 是认为捷运局认定 说如果现在那个底部不做完 是会更危险 所以就让他继续做 是 可是继续做 如果这一个论述 如果是捷运 台北市政府捷运局做的决定 可是这一段时间如果出事 就是你台北市政府的责任 对 确实是这样 这个就不是以前的责任 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负责任 因为周理良那天的讲法 我们后来有问他 周理良讲法很有趣 我问他就说 你确定现在捷运 板南线是安全的吗 他竟然说 他只能保证今天是安全的 那这个说法 然后我就问说 那明天安不安全 他说他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 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天灾 那天灾是指什么 就是地震 地震到什么等级 会影响到他崩塌 他说他也不知道 一个捷运局长 做过其他的捷运工程的人 然后站在这个位置上 讲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是太不负责任 对 为什么说呢 因为捷运工程 他有一定的 这个安全专业系数在这里 我们在相关的捷运法规里面 是有规定说 在捷运站体周边50公尺 如果大型工程 要开挖的时候 他必须要送一个专案审查 那同样的道理 在高铁其实也是有的 那我就举一个直接的例子 左营呢 高铁站 他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 shopping mall 我们知道 这个shopping mall 当时要兴建的时候 这个案子还专程送到 中央到这个高铁局 设一个专案小组 去进行审查 为什么要审查 是因为他的开挖 当他开挖下去 一定的深度的时候 他会危及到这个高铁站 本身的问题 所以他们在这个审核上面 因为他距离相对近嘛 所以他在审核的时候呢 就要求非常非常严格 给他们推荐退了非常多次 然后要求他们要做相关的 这个连续币 及保固的这个措施 那这些案子 其实不是没有潜力可循 如果当年的高铁站 都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相关 标准的处理的时候 同样道理 今天在捷运局 也是用同样的一个标准 来处理才对 但是我们非常遗憾 当时的捷运局 一代的配合 当然那时候还是在 这个马好市府的这个任内 他要拿到这个建造以前 你看他经过多少关 他要有还评 他要送这个消防 逃难避难的措施的这个审查 他要送这些相关捷运站体 周边连续被稳固的这个审查 但是呢 都这么凑巧的 他们都在同一个时间 非常快速的就给他们过了 谁审的 今天这些问题在 如果我是后面的捷运局长 我一定会说 那我要把前面的资料 通通调出来看 谁审的 谁就要负这个责任 否则 这样子的一个 以后如果真的发生 你看今天 我们这一条板南线 不过新建才20年 你已经在渗水 你已经军列 你已经有所谓的 这个洋拱变形 会议 那这条捷运 我们还要再用100年的 那请问一下 这当中捷运局长可以说 我不晓得明天 如果发生另外一个地震 而捷运局的这个捷运 能不能再继续 维护它安全的使用 更何况那个轨道 已经到了一个 高低差 0.7公分的这个程度 他随时可能在台湾一个 这个地层 非常活跃变动的地方 这个状况 他如果不难保证 2公分就出事 是的 所以这个是 远远期听起来 这还有才差3倍 2.1公分 2公分就是 可是既然来一个 我们上一回和那个6级 外面交流 我们在台北有感4级的话 它可能就会扩大一倍 对 两次就危险了 它如果遇到像9.1就更危险 因为那地震是上下 9.1我们先不要讲 那个假设那是50年一次好了 我们台北会发生 常常会发生有感地震 对 就像上回合的 就上两个礼拜发生的这个地震 是常有的事情 对 所以坐板南线 我真的是 至少这三个 这两个多月了 我真的是希望观众朋友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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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校四段那一段的时候 你最好坐在车子里面 手就把握紧 再说 因为你根本不晓得 下一秒钟发生什么事情 其他你等到过了中校 过了国父纪念馆 再 你再慢慢走 这没关系 那一段地震是好 可那一段时间 我必须说 因为现在市政府 自己心里都着慌 我很有把握的知道 我确定知道 科匹非常担心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被专家通报 认为说 现在不能停 停了他会整个垮下去 他下面没做好 就好像那个东西 支撑架没有打 还没打好 支撑架没打好 你忽然停 那你现在马上要 还是要派人去 杨老师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好在这两天 我看到劳工局 劳动处 他去了 对 劳检局已经进去了 开始在做这个检查了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我再猜 他一定是有相对的问题 如果今天有这些位移 那有一些这个做地基专家的人 来跟我特别提供讯息 他说今天呢 科匹要去调阅他的废弃图记录 他出运多少 因为挖多少地方厘米 是可以计算的出来的 如果他继续在增加 那表示什么 表示附近的地层就往中间 也往中间 就是你挖到以后又来了很多 对 捷运 应该跟捷运有关的周边的土地过来了 股基这边的 通通往中间移动 几道所谓的这个巨弹的这个地方 那他就要继续在挖 所以他现在在面临一个最大的关键 其实科匹他为什么担心是 现在挖到20公尺 剩下最后两公尺 这两公尺是一个关键的两公尺 他的稳定度就在这个地方 那他现在决定他要不要继续挖下去 如果他要挖下去 可是出现这个叫做反涌现象的时候 那就问题大条了 周边的这个地层 表示他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然后他相对 他是没有做好这个所谓的 连续壁固装的这个动作 那将来这样子的结果是会造成 确实是捷运有很大的危机 我们这条捷运可是花了五六百亿 这一颗巨蛋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安全的问题 这是人命的问题 因为这个捷运 而且百南线它也不是一个 我们的捷运里面大部分都是塞的满满的 而且都是 大部分对不对 就是说都是人来人往 你不会说早上九点钟 跟晚上九点钟有差别的 不会的 他就这样一直转一直转 你一次你就 那个位置救援都不太容易 因为他是一个前后左右都封闭 你要只有两端进场的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能够冒 万分之一险都不能冒的 对不对 你不管今年如何 就算如果今年你勉强把它撑住了 你过两年三年 那个一直震一直震一直震 他把那个所谓原来的地基把它 对破坏掉了 破坏掉了 那谁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拆或者是将来要整个做再度安全的考量 这是必要的原因 可是我就想说你看 为什么大巨蛋案第二波 我们这里说 连队委员会 你们说这个还要移送郝龙斌 我们刚刚现在讲的就是因为 虽然马英九那个条件都已经跟远雄谈好了 可是在郝龙斌的时代 虽然是签约时代 马英九时代 可是郝龙斌时代也有责任 他也有图利问题 因为三次变更 因为后来这许多多新的建筑物 有一些新的设施 都是郝龙斌准的 根本不是原来签约给的 换句话说 先处理前朝 前前朝 再来处理郝龙斌 郝龙斌看样子也改变了很多 让这个大巨蛋可以造成今天居然地基需要 有这么大的危险的原因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们看到后面的一些变更 尤其是设计的部分 其实都是在郝龙斌市长任内的时候做的 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 因为我看了好几次 那个都市计划 省计委员会的记录 尤其他 因为他们开了很多次 尤其很关键是在第310次 做了很多的变更 所以我就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这些重大的变更 都是在郝龙斌市长的时候发生的 你为什么可以让他 离他那么近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些商场什么 那些 他当初受审的时候 其实这些量体的部分 其实那个时候在郝龙斌市长 大家不在说 9万6千平 暴增到所谓的14万9千平 那其实当初远雄 一开始送进去的时候 是16万5千平 而且郝龙斌那时候 我记得他在市议会的时候 其实也回答过 他本来也认定 就是说 总楼地板面积 应该是9万6千平 不应该是后来的 那个什么16万5千平 结果呢 远雄就是抓着说 那个时候 那个马世福的一份 所谓的那个解释 疑惑的那个公文呢 说那个叫做 那个叫法定容积 说他是法定容积 所以呢 他用16万5千平 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所以郝龙斌还说 他砍了他一万多平 到那个14万9千平嘛 但是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说 如果你认为 那个16万5千平 或是14万9千平 对当地的 真的会有冲击 那还评不给他过 你就应该让还评 直接去否决掉 不给他过 因为在双方签订的契约里面 讲得很清楚哦 只要还评不过 双方可以无条件解约 而且呢 市政府不用付任何的赔偿 这个案子就自然就结束了 那你根本不需要 花时间跟远雄 耗在那个地方 去讨论所谓的 16万5千平 还是14万9千平 这件事情 因为你的环平委员 都已经很明显地告诉你说 这个量体 对当地一定会产生 重大的冲击 当地里长也反对啊 那些学校家长会长也反对啊 居民也反对啊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说 你在那边盖了一个 这么大的量体的 一个建筑物在那边 对当地的交通跟环境 势必一定会有冲击 所有人用尝试 都已经明白 告诉你这件事情 环平委员也知道 也告诉你市府这件事情 那请问一下 你当初为什么会硬干的方式 然后硬要通过这个案子 因为它是很勉强的哦 好像变成 他到最后 第三次的环平是很勉强 说我砍了你 一万多品来让他通过 可是你的商城还是在啊 旅馆也在啊 饭店也都是在啊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等一下我们来讲 那个捷运局 就是说每一次变更设计 应该都要 都要捷运局 都要捷运局同意嘛 对 没错 可是捷运局到现在 你能不能想象 柯P上任之后 远雄又送了一次 变更设计上来 有 我记得 可是他现在这回 他居然还送 他知道柯P已经换了 他还敢再变更设计一次 然后他现在把他抽回来了 因为等那个柯P说要拆 说假案一案的时候 他就把他抽回来 因为你能不能想象 他脑袋里到底装什么 要不然就是捷运局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们来谈谈捷运局 怎么回事 就是说这个变更设计 你可以一直送一直送 你刚刚讲的已经 90%都已经改过了那个约 设计也可以先改了 好龙面要改了三次 根本就把原来的面貌改掉了 对 他居然科别的说还改 他到底仗势的什么 是不是捷运局里面 真的是有他的 人呢还是会有这些公务员 这一点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可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捷运局 显然有一点轻忽 对 这个因为 据我的了解 其实市政府里面 已经有人担心了 包括柯P 他其实也是提心吊胆的 可他现在不晓得该怎么解决 我必须说 他真的不晓得 所以其实他这两次公开场合 他讲的很含蓄了 说降座也不对 酿座也不对 对 猜也不是 不猜也不是 然后他现在要把它收拾干净 我确保安全了 我就开始做作业了 我就按照我的方法 该怎么做怎么做 可是现东西在人家手上啊 那捷运局又完全不负这个责任 我认为哈 捷运局应该做的责任很简单 24小时盯着 是 我觉得捷运局实在是很 很扯对不对 对 这阵子让我觉得很不负责 为什么 因为从柯P讲的话 跟我们看到的文件 都很明白告诉你 就是说这个地方 经过那个地震之后 它确实出状况了 而且捷运真的出状况了 那你从几个数字就看得出来 而且那一份文件 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它公开 捷运局局长也不会跑出来 要开记者会对大家说明 那这么重要的资讯 你想想看哦 一个告诉你说 今天它可以保证安全 明天它不知道 面对这样的一个资讯 你怎么可以对市民做隐匿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资讯 而且你曾经在媒体上公布了 说他有位移 他有什么胜水 他有什么那些 然后从头到尾 周理良就不肯出来承认 对 有胜水 有位移 等到别人讲了 新皇兄是因为连政委员嘛 他清楚明白 然后其实很多人误测 姚老师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说 捷运局干嘛半夜偷偷摸摸去那里灌江 对 你在帮谁解决上后 而且我老实讲 捷运局从头到尾 在这个工程的进行当中 他们已经设了三百多处的监控点 对 也就是他们必须要了解 因为每天在营运的时候 捷运的轨道列车在行进 他不能够让他因为在施工光中 受到一些震动的伤害 所以他设了这么三百多个点 这个资料是不断的在记录的 他什么时候就知道了 他去年的时候就知道了 去年的8月 9月 10月 到10月的时候 已经达到一个警戒值的状态了 对 他都故意引而不说 好吧 去年因为还在选举嘛 市政府还是郝龙斌所领导的 想要继续隐瞒 我想捷运局当时的作为 是一回事 但今天 这个损害已经这么明显而具体了 对 你居然作为上是你偷偷去灌疆 那你在保护谁啊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而且老师我讲最后一点就好了 没关系 捷运局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要保全证据 所以你保全证据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要做事情是 你要进场去查看 到底远雄他在里面 这个所谓的连续壁施工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哪些东西是对于我捷运站体 以及我的轨道 以及我的这个所谓 相关的这个隧道是有影响的 对 那你把证据保存下来 你要提出什么书面评估求偿记录 你没有这些东西 将来你怎么样去对簿公堂 要求说你的大巨蛋施工 确实是造成了我这条板南线 就在这一段 就在这一段发生问题 对 这是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初次那个时候 北捷啊 台北捷运公司第一时间 竟然是跑出来发行文稿 然后说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那个什么天然的纹理而已 就是那个花钢岩破裂的部分 就理论上你看到有事情 我们台北市政府 我们等于是受灾户 对 人家造成我们的那个损失 我们是受灾户 我们第一时间 应该是要求要做鉴定 对不对 你要到那地方去做检测 看有没有安全上的问题 结果不是 北捷第一个时间的态度 是发行文稿说 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其实都是天然的 正常的大气压力造成的 这个我就觉得很 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很纳闷 就台北市政府的态度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才会 把那个文件拿出来 就捷运局要自己去 面对自己的问题 就说就像刚刚嘉欣姐来讲的一样 我们自己是受灾的 你不去保全证据 然后你不去调查清楚 你第一时间是告诉他说 没问题请大家放开 可是新黄 这个可是 这一个现在的捷运局 已经不是以前的捷运局了 是啊 究竟是柯批自己任命的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 你看 现在他又碰到另外一件事情 他又碰到另外一件事情 以后呢 他碰到哪个 就是台中那件事情 对 台中也是捷运局 对 去支援的 是我们台北市捷运局 发包 对 去发包出去的 然后出事以后 他负责写检导报告 对 然后呢 那现在出事的施工单位 是跟远雄 不是远雄 远雅 远雅 远东集团 远东集团 这个胖胖老板 这个有关的 那结果捷运局出来 这一个报告呢 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不能满意 那有的人认为 他又 又在包庇了 好像他跟厂商的关系都很好 然后他当然就有一些解释 我们看一下 这个影片啊 大家 他说他没有包庇 的这个理由 终结夺命意外 台北捷运局长周理良 觉得遗憾 可惜了远杨的好品质 有没有帮忙讲话 有没有包庇 周理良全部否认 但周刊提报 他和远杨上头 远东集团的关系 还真好 跟远杨没有关系 远杨是远东集团下面的营造公司 我是远东集团 下面的鼎鼎气管顾问 所聘请的顾问 那我在远东集团里面呢 我的服务单位是董事长办公室 周理良在2008年到2014年 被柯文哲掩揽入市府前 在远东集团旗下鼎鼎公司任职 直属董事长徐旭东 去年底上任当局长 却选在被媒体踢爆 和远东的关系前 才和市长报告 周理良喊冤 没有欺上瞒下 但也引发质疑 你的老板到底是谁 因为他长期被远东集团的 徐旭东所圈牙 你看他那个高傲的态度 因为他觉得这位置可有可无 反正他没有了这个位置 他一样又回去他老板 徐旭东那边 还是一样有高薪可领 旋转门条款是规范 政府机关到民间 那民间到政府机关 是不是有所谓的旋转门条款 好像没有 旋转门条款 法条他很熟 因为早在2006年 周理良从高雄捷运局长退休后 被高捷公司尊称顾问 遭起诉涉嫌违反公务员旋转门条款 但周理良表示 收取的六十几万是研究经费 另外二十万是住院开刀的慰问金 最后获判无罪 现在又被扯出 曾任远东旗下顾问 周理良理直气壮 自信完全合法 合法的问题 当然他每个人都可以合法嘛 这个事情 就包括从前到现在也是合法的 没有样式已经不合法 可是 可是看了人心惊胆跳 就说你该做为做 叫做不作为 对 也就是刚才嘉庆也特别提到了 你单单为了保护自己 要做的保全证据 就说你现在继续的加害我的证据 你现在都要保全吗 我都不做 这第一 第二 你已经有破坏了 我来帮你弥补灌疆 就说你已经有的坏事情 我把证据掩盖起来 当然了 为了避免危险发生 我先止住危险 然后事后再来追赏 这个都还OK了 可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他为什么对于这个捷运这一部分 包括终结这一部分 这个到现在为止好像跟远 那边的远 那个叫远东 他说叫鼎鼎嘛 对 他在那里解释说 不是不是不是 我听了半天我听不懂 不都一个老板吗 薪水都是同个老板发的 都是同个老板发的 这怎么叫做没有 怎么叫做没有关联呢 对 那远阳有责任 到底没责任 你为什么不知道呢 难道真的那个 那个公投过世了 因为意外过世了 没有证人了 然后随远阳就没事了 说关键证据不在 也没有办法得知到 那难道就这样子就 就不能够说是 说是这个谁来负责任吗 这是你要调查出来的 既然是你负责发包的 你自己负责施工的 你就要调查出来嘛 所以这一点 我看样子要提醒一下 柯P这个捷运局 现在的做法 不论是解决大巨段 不论是解决中间 恐怕捷运局 都有点舒适哦 是 我其实在两个礼拜前 听到这个柯P在讲说 可能他现在继续停工的话 那会造成捷运危害 我当然心里一惊 我说柯P的这个资讯 到底从何而来 就是捷运局来啊 对 那一定是捷运局给他的 那捷运局给他的资料 有充分吗 那如果有充分的时候 不是第一时间 为了保护我的财产 为了确保营运的安全 有两个单位 一个叫捷运局 一个叫捷运公司 捷运公司是营运单位 工程单位是捷运局 这两个都应该基于 保护市府的财产 跟所有搭乘的乘客安全 要求证据上的 巩固跟保全财队 为什么他们没有做这些动作 而且两个礼拜前 发生这件事情以后 我就一再的在 公开的媒体上提醒说 柯P市府 你现在要要求责成 这部分要开始进去做 而且所有的相关单位 包括刚刚讲的劳动局 这个环保局 还有这个所谓的建管处 通通要进场 去检查他大巨蛋里面 第一他有没有按照 这个原来的施作的 这个蓝图施工 他运送的废弃土 有没有按照这个当时的标准来作业 然后他的量是多少 你有出土记录 第三个 建工单位 柯P说中兴这个工程 是他的建工单位 3900万太少 我也觉得太少 因为一个量体这么大 然后营建成本这么高的 一个建筑物 营建只有3600 这个建造只有3600 老实讲我也觉得非常少 但重点出在这里了 建工单位是最可以了解 他这个里面 施工有没有问题的 主要专业机构 他本来是站在监督 工程单位的立场 那好啦柯P应该把 刚刚我说的那几个 他局里面的捷运局 捷运公司 建管处 公务局 还有劳动局等等 连同监工单位的 这一个所谓的中兴 工程顾问公司 早来大家一起对职 看看这个大巨蛋 他的施工 以及到目前为止 他可能造成的伤害在哪里 未来的影响是什么 到底有没有弊端在里面 因为扁熊也可能 我为了要偷工减料啊 我跟你开议 中兴顾问也是马前朝的那位 而且他还是这个案子的 原来的评审 对 所以我看他 而且他还拿了 拿了所谓的顾问的钱嘛 就是他要监工的钱嘛 我也不晓得他有没有监工 有没有真正的在监工 这一笔也是 这个也是一批烂账了 我们这个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欢迎回到中兴新闻 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 我们真的是 一方面忧心 一方面气愤 对 一方面又有期待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对科匹 还真的对他本人 这么有魄力 或者有效力的 拼命的 才五个月 各位才五个多 就这样子 一步往前走 一步往前走 我们必须说 他已经尽力了 可是这么大 一个市府团队嘛 他也不过 才带了三四十个人进场 然后现在已经 都已经这样子了 对不对 他这个也 我必须说 勤劳没有人会质疑了 对不对 努力以功 可是面对了权势 巨伤 这个东西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全国最有钱的人的家族 叫蔡明忠 这个最 发起 最 最不容易死掉的远雄 对不对 他不管怎么打击他 永远活得回来 像蟑螂一样的 那这个 那一个远洋 那个徐旭东 撕骗全台湾的 所有的政党 从早期民进党开始的 当时拿了一个knowbook 可就去捡抱着这位胖胖的老板 我每次都喜欢 我就 那然后有 他面对的全 还有郭台铭 三创 对 各位能想象 他面对的全是这种家伙呀 对 然后他每天要去 去谈判 可是最后还要一副 前朝跟前前朝 所以前朝跟前前朝 看样子是脱不了关系的 对不对 对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看样子先把这两个坏 坏政府的行为先处理掉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三大案 大巨蛋 美和市松烟文创 一次出炉 其中两案 总统马英九 恐怕很难全身而退 尤其当时会议 关键录音曝光 前财政局长李树的这段话 讲白一点 就是我们两家老板 已经私下谈好了 成为马英九 涉案关键 另外美和市案 也和马总统有关系 当年合约曝光 富邦松烟文创案 也报图利财团 2009年初签的约 不是在马英九 台北市长任内 接棒签约的前市长 郝龙斌 也是调查重点 领约保证金 一下子降价 两亿多 甚至像大巨蛋 政商关系打得好 营运权力金 都不用缴 连政委员会调查报告 仔细检视 这两位前市长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换句话说 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 我们要把它抽丝剥茧 分成几大块 第一大块 叫做前前朝政府的 法律责任 行政责任 这是第一块 叫我们称之为 盖称为弊案 现在慢慢要收尾了 这跟你们有关 这连政委员会 分了好多小组 现在第一个报告出来了 所以有马 有好 有李树德 有李永平 这一路这样下去 慢慢慢慢就要 总而言之要 反正就是要慢慢的 要移送 这一块清理干净了以后 那至少就不要去管它了 剩下就看中华民国的司法 到底能够处理到什么地步 第二块 未来性 但要不要拆 松烟要不要给钱 要不要给环环一栋楼出来 不是楼了 一层楼出来 是 那因为市政府认为说 你总是要搞一点文创吧 你不能说你这个名称叫文创 松烟文创是一个很特殊的案子 就是说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对台湾大哥大 到底是不是文创产业这件事情的认定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认定的权限 很好玩 那时候北市府前朝了 把它推给那个经济部工业局去认定 经济部工业局在认定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它说台湾大哥大只有特定的部门 可以叫做文创 它说不是整个台湾大哥大都是文创 所以呢 它还是把它推回去给北市府来认定 换言之 到底台湾大哥大是不是文创这件事情 本来就有模糊的空间 是北市府自己要决定 那而且工业局的讲法也很清楚 就是说 它觉得台湾大哥大只有几个部门 跟APP有关的 可以叫勉强算是文创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双方其实慢慢的还是要达成共识 我看到的松烟文创 其实富邦最大的反弹 不是来自于说 他叫他搬迁 而是来自于说 第一个他叫他搬迁的时间 他觉得太赶 他没有办法在5月1号之前 就马上清出一个楼层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双方是有机会可以达成共识 那第二个部分是 台湾大哥到底要签出几个楼层 他其实台湾大哥大 就是富邦其实没有完全表示说 我完全都不要签 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 中央的经济部 只不过是做了解释 决定权在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核准就核准 他说不准就不准 解释只是给你做参考 所以关键是台北市政府 那为什么郝龙斌的这个市政府 要同意他 让台阁大进驻 第二个 因为这个松烟文创 当时的BOT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说我们要鼓励一些 中小的这些创新的业者 跟一些年轻人创业的机会 所以我们高达65% 必须要当作是文创的基地 那今天计算所有的楼地板面积 为什么可以要求他这件事情 是因为如果今天台阁大不算文创业 他根本不是说一个楼层两个楼层的问题 根本整个就该掰掉 可是参与民中已经将原来台阁大的总部 土地 标点全部给卖掉了 那他就是制定了 我就是要搬进来 不然你怎么样 你台北市政府把我整栋楼买回去好了 那这个东西就出在说市府是一个整体 而前朝的好市府 执意这样子护航 恶搞 然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里面 台科大搬进去了 他可以说我依法有据 是你给我审核通过的 对啊 而且李永平居然敢做那样子的事 昨天出现了一个公文 就是跟中间有关 说原来的权力金15亿 在会议之前一个半小时不到 一个小时15分钟 跑了六个公文的章子 然后两点钟要开会 知道这个富邦是13亿投标 所以积极的把权力金的降 积极把从15降到12 让他符合第一阶段的资格审 否则你第一阶段就先拜拜了嘛 就没有富邦了嘛 他先把15降到12 然后富邦是13 然后进场 进场以后再慢慢来议约 那后面我们先不要讲 他又干了什么事 那个议约过程就像刚刚讲的 明明在审查委员会里面 讲那个分配的比例是 70 30 居然市政府会议什么都没有开啊 大比一辉65 35 对我有看到那公文 这很可怕吧 这种事情哎 再加上 再加上这个松烟 我们还要还要找市政场 再加上这个三创 就算每一件事情都都科皮要解决 对三创科皮也要找这个 郭董事长要来谈 所以这方面你 你是觉得这个未来情况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五个案子 我觉得这五个案子的状况都不太相同 像松烟的状况就是他几个有争议的点是说 我们从头解释好了 松烟这个案子 我们说他80 20的主附属失业的面积 包括15亿的权力金这些规划等等等等 都是从最早他有个叫财务评估及专案小组 他们去设算出来的 所以他那时候有好多的模型公式 我看他们其实计算的还蛮仔细的 原来最早是80 20对最早是80 20怎么改到70 30 然后又变6535 然后就6535 那个全市行政权 对违背 因为那个必须要委员会决定才可以的 对 而且审查委员会都定案了 工人在签的时候没有负理由 直接改 这个也是很明确的图例 因为一个5% 他可能赞成了 没错 姚老师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是这样 现在这么多案子 从大巨蛋 美和事 到现在说的三创 或者台北文创 我觉得这些案子 都是上层人在指示 可是是下层的人 因为工委一定从下面的承办人员开始的 那今天这些案子这样子 如果我们只移送上层的人 老实讲 很多东西就会被盖掉了 我认为是最后他们都会推给下层的人做 说哎呀 承办人员这样改 我怎么知道 我就是按照他们送上来的东西签了 他们很可能就卸责 所以如果真要移送 我觉得所有签名的相关公务人员 都要移送调查 调查是要还给他们清白 他们才有机会 让他们人发言 把原来的真相讲出来 就是这样 这样才能保护公务人员 真的按照他所有的法定职权来行使 而不要受到高层的压力 然后来背黑锅 台北市已经出过一个疑问了 会不会在第二个第三个 我认为可能性是非常高 所以柯市府现在在处理这个案子 一定要很清楚厘清这个界限 对 而且我听你老老师可以再看一下 松烟文聪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争议 是什么你知道吗 旅约保证金 旅约保证金是我觉得很匪夷所思 原始规划的时候 旅约保证金是要按照投资金的 他去收所谓的5%的旅约保证金 所以假设以这个案子为例 富邦的投资金额是74亿 如果它的5%应该是3.7亿 后来既然把这个所谓的旅约保证金 从所谓的投资金额的部分 直接改成是开发权力金的5% 那开发权力金是多少 我们知道它是13亿 所以13亿的5%就变成是6500万 所以得从3.7亿变成是6500万 这个差距实在是很大 就这整个案子当初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 而且这些变化都没有回到原始 那个所谓的财务评估级专案小组 重新再走一次次算的流程 等于是配合这些后面的需求 直接去做变更 虽然即使它在招标公告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还是觉得很匪夷所思 所以现在柯P其实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柯P其实现在每一个都在进行 他自己也去看 他也找人在谈判 像大巨蛋就是邓家鸡在负责谈判 那三创自己还跑去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他自己昨天还心懵懵地跑去 自己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谈判市长柯文哲挑明三创案 直接沟通对象就是董事长郭守正 5号晚间9点半 柯文哲还真的亲自出马 带着财政局长苏建荣 和谈判局长林崇杰 由三创董事长郭守正陪同 从地下楼层逐层视察到12楼 厘清楼层变更等争议 达成初步口头共识 了解应该是郭董事长 他有约期待一次把事情讲清楚 所以就由事长 率领我们几位局长一起去过去 看了他的10楼11楼 还是维持是作为育成中心使用 那当然看过之后 因为对于他的各个楼层有一些空间 我们觉得可以再进一步提供出来 传出开文哲当面向郭守正 表达市府态度 内部楼层变更设计等争议 在达成书面共识后 再一次对外公开 只是这一场柯国会被议员爆料 成了暂缓议会考察三创的主要原因 就怕柯文哲遭到蒙蔽 有相关的局处也没有把这个三创的所有的问题 跟柯市长报告 然后我不知道是谁就安排柯市长到三创去 那市长在看不到问题的状况下 在被蒙蔽的状况下去的三创 那就去塑造说市长来帮三创背书的这个囧态 议员不满三创偷偷将八楼和九楼变更为餐厅 先斩后奏 欢迎牺牲于来扶植清创的育成中心 解读柯国密会比较像帮忙三创背书 只担心北市府被占便宜 所以这个真的是焦头烂额 各方面都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柯批不管这廉政委员会对于前朝的弊案的部分要结尾 对于未来这些不合理 就像你刚刚讲的权力金 我们所讲的权力金 跟这些履约保证金 跟这些楼地板的要收回 未来要不要拆的 该拆的还有所谓的未来捷运的安全 简直是复杂到不行的问题 恐怕一一都要处理 这个恐怕要花好多的时间 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来处理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这个满久已经被移送 可是满久你知道他做什么事 记者不是没有问他 因为这边要被移送了 然后呢记者当然会去 所有的媒体都 各位都知道这个习惯嘛 你总统要被移送当然去问嘛 是 总统全部不理会 可他昨天专心 昨天前天连三天 从朱立隆回来以后 他就没听过讲话 天天阐释什么叫九二共识 天天像学生问老师一样 问财英文 请问你的维持现状内容是什么 然后他四问三问的这样问 然后呢昨天又开始教导李登辉前总统 说以前国统会所做的决议 其实九二共识就是你做的 李登辉就跟他讲没有九二共识 那蔡英文 这个满久就说有九二共识 然后他就办了一个 我知道这个展览 是朱立隆要去中国之前才决定 然后三天三四天也发包 然后就做出来这么一个 漂亮的展览出来了 你看他们有 还有效率 还有效率 多少资源 最妙的时候我们给观众看一下 他昨天趴在那个地方 给大家看 是什么呢 就看一个国统会所做的决议 国统会做什么决议呢 就是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的决议 这个一个中国的含义是这样写的 是这样写的 说海峡两岸均坚成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双方所赋予的含义并不相同 中共认为一个中国是什么什么什么 下面讲 我方就是我们 认为一个中国是指1912年成立到今天的中华民国 它的主权集于全中国等等等等 我到现在不懂 这个怎么证明有九二共识 我不晓得他脑袋是 是不是长了 是长流了还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姚老师我觉得 马英九呢 马总统可能是最近看太多政论节目 通通都在出示公文 所以他也想跟上大家的风潮 自己也出示一份公文出来给大家看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时间点去讲九二共识 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现在大家关心的根本不是两岸议题 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民生议题 最关心的是国内议题 大家根本不会focus在那一边 所以他这时候跳出来一直在不断的抢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很合理的怀疑 第一个他要跟朱立伦别瞄头 把一些媒体的焦点拉回自己身上 第二个他可能知道 这礼拜连政委会可能要对他做出移送的这个决定 对然后所以呢 他怕整个风潮通通都在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都知道520快到了 那520呢 他突然得到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是突然要被移送 所以对他来说 他在这个时候不断跳出来 直问蔡英文 直问李登辉 刚好可以给媒体一个新的交题 新的标题 然后适度的希望 他希望能够带走一些焦点 可是我要告诉马总统是其实没有用了 因为现在整个网络上在讨论的都是 都会是联政会的那些公文跟报告了 而且大家会聚焦在这个部分 对没有错 对没有错 这个是完全不可思议 国统会做的决议 如果这是九二共识 如果这个内容就这一块 马英九说 李登辉你看看 这叫什么名字 叫李登辉 你看看 这叫谁 这是谁 这叫李登辉 他还把李登辉年讲了三次 然后呢 就如果这个叫九二共识的话 很简单嘛 我们就现在请马英九把这一个内容 寄到北京去 请中国承认 这个叫九二共识就好了吧 对 这不就结了吗 就认证这是九二共识吗 因为你们的共识出现了嘛 是 那个姚老师 九二年那一年 那个刚好马英九是陆委委的副主委 副主委 就这么刚好他是副主委 所以呢 当时九二共识在这个孤光会谈 香港的这个刑结束以后呢 他就对外发表说功亏一篑 非常遗憾 感到失望 对不对 那当时讲那个话 现在居然说有九二共识 而苏起都自己承认说 九二共识是他两千年这个名词才创造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所谓共识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这个名字叫做九二共识 对 那最好笑的是 我知道没有九二共识 可是我知道有九点二趴 九点二趴的标签呢 是不断的贴在马总统的身上 创下历史的记录 那五二零已经到了 免不了大家一定要再做一次新的民调嘛 对 那新的民调在这个 你们这个廉政委员这么不怀好意的状态下 要送他这么大的礼物 五二零 真的是 我觉得情何以堪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柯市长 真的不厚道啦 柯市长 也是五二零以后再做啊 我帮我帮柯P 我是开玩笑的 杨老师 我相信他应该根本忘记 九二零这件事 是 他根本不会晓得 没错 没错 但是马总统呢 这几天这么薄命的演出 我觉得除了刚刚 那个 青黄有特别讲到啦 当然是要跟这个朱主席 别下苗头 那个告诉主席说 当今还是我在当总统啊 所有的什么共识 还是我说了算啊 所以他今天说有九二就有九二 他说没有就没有 为什么都是马英九说了算 对啊 然后拿一个国统会当时的所谓 不是会议记录 是所谓的签道表 然后就出来指涉说 你看李登辉 你看你被我抓到了吧 明明就有九二共识 你还在那里说什么 还不承认 然后李登辉就念了两天 也不想理他了 但是他会持续的把焦点移转 因为为什么 他在国内名声凋敝 经济发展不佳 我觉得非常奇怪 他前阵子还在卖米酒这个正机 他为什么不去卖股市上万点啊 这我也大惑不解 对不对 但重点是说马英九最在意的还是 他剩下最后的一年 对 他要确定他的历史定位 他历史定位是什么 九二共识 对 他要以九二共识当做他最后的历史定位 来为自己说 我就是那个两岸和平的基石 所以了 所以他还要挑衅蔡英文 对 昨天我跟昨天傍晚的时候 我跟一位外国驻华的一个代表在一块 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啊 他 我们来谈得很愉快 他就问了 他主要是问蔡英文未来如何如何 因为现在所有的驻外代表 不是驻外代表 就是驻台代表 外国驻台代表 包括马上要来的 这个美国驻台代表 一样的道理 是 他其实大家只关心一件事情 未来政党轮替以后会如何如何 因为每一个人的问题问的时候 我每次第一次一句话就回答 你为什么那么确定 未来会政党轮替 全世界都认定 未来会政党轮替 所以所有的驻台代表 都开始在写报告 在我来看了 因为我不知道真的 他写报告写什么内容 因为各位都知道嘛 所有的 即便新加坡好了 他们写报告很轻 他们一定要写 他们常常要写 那尤其这么大的事情 他能不写吗 可是每一个人的题目都是一样 政党轮替以后 台海两岸的状况会不会改变 你从一定从这才 我每次第一个回答就是说 你怎么这么确定 政党会轮替 然后我就问 他们就会提到这种问题 马英九会去质疑总统候选人 现任总统 而且是不连任的 如果他今天是连任的 跟总统候选人 他是两个对抗者 没问题 现任者 去质疑未来的总统 这个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不可能发生 你认为欧巴马会不会质疑 下一届 对 下一届 对 另外一个政党 他绝对不会 就算那个人在骂 他都不会 他都不会回答 因为为什么 跟我无关了 我要现任 然后你的对手又是别人 不管叫朱立伦 叫王金平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要保持 我把选务办中立办好了 将来我跟你交接 你还尊称我为前总统 将来后朝政府 还要礼遇我 等等 这都过去了 可这不 他已经连骂三天了 他要求什么 他久而共识 人家要求他讲清楚 像柯比每一次 问了他两次 他都不答 久而共识内容 到底是什么 他没答 他现在居然讲 有久而共识内容是什么 他从不答 因为没有共识 那可他现在问蔡英文 维持现状内容是什么 然后他又讲 他又 然后连 也是他逻辑 自相矛盾 他说他七年来 改变了这个现状 对 所以蔡英文是要回到 七年前的现状吗 那这个就问题大条了 现状的改变 跟他的维持 这两个概念是互相冲突的 他现在好像 他现在很 现在很确定的一点 认为说 你是要维持七年前 沉水扁的状况 还是维持两岸和平繁荣的现状 你看 这个人把问题的答案 都已经先写出来 如果我做老师 考期末考试 这样问问题 你是要 你是赞同姚老师 非常精彩的上课 还在反对某老师 很 很箍照的上课 那个答案你告诉你 你不要反对就对了 有人这样问问题吗 你认为 他这个维持现状 蔡英文需要去理会他吗 我觉得他根本不用理他 为什么 就像我刚才讲 全台湾现在所有人 最关心的是 现在大家最急迫 要解决都是民生问题 谁在管理什么 两岸问题 然后再来 他现在讲说 两岸和平繁荣 好了 现在是中国繁荣 但是请问一下 台湾现在很繁荣吗 台湾现在经济根本卡关了 很多问题都卡在这边 大家薪水就没有成长 哪里繁荣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是说 他现在在胡说八道 这些东西 蔡英文根本不用理他 蔡英文只要好好的 回应国内的民众 就你要用什么方式 带领大家 让大家薪资可以提升 然后怎么样解决 大家居住正义的问题 那个才是现在 国内大家问你的问题 哪里来问这个问题啊 他没有停的 而且他的演讲都会讲 而且他会一直下去 他现在是没有 总统候选人的 总统候选人 他是继续努力的找菜 来PK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为了反驳李登辉 九二共识不存在 马总统看展 刻意停留当年文件之前 狂指李登辉签名 一开炮还停不了 上台续轰蔡英文 蔡主席应该很清楚 来讲出来 你到底要什么现状 如果你要的现状 就是这 这个八成台湾人 所需要的现状 那为什么民进党 一天到晚批评我 轻松卖台呢 莫非蔡主席要恢复 要维持一个 轻松卖台的现状吗 边讲边翻文件 自豪两岸关系 是七年来最佳政绩 和朱立伦一前一后 猛攻蔡英文 两岸政策空洞 外界解读 是力挺朱立伦选总统 轻松卖台 他好像一副 就是不把蔡英文 逼出来讲话不算 他都还会说 你们不是说 我轻松卖台吗 那你维持现状 不就是要维持 轻松卖台的现状吗 这个逻辑很有趣啊 他的意思说 维持现状的意思 就是维系他的政策 对 他的政策是轻松卖台 现状叫什么 现状叫和平 叫繁荣 现在叫稳定 可是不是你的政策 我没有要维持 你的政策的现状 我要维持现在台湾 可以自由民主的选举 我要维持台湾 现在不受中国任何干扰的 这一个现状 这个现状相隔于香港 是最清楚明白了 对 香港原来是自由的 可是他那个现状就被破坏了嘛 对 因为他要求民主 中国就可以派警察也好 军队也好就可以进来嘛 台湾就不必害怕 这个现状如果要改变 这个是大家不同意 这是八成人民嘛 可是马英九这个讲 这个话好像真的 恩神正到处乱搅 把政策跟现状混在一起 把国统会的这个开会记录 跟九二共识混在一起 这个简直是 现在的未来这一年 我看样子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人敢选总统 我看跟他老先生有关嘛 确实是这样 马总统如果他可以修改法律的话 他很想把那个中华民国总统 只能延任一次 把这个条文给他杠掉 这样他可以 获得第三次提名 反正这一次国民党 也没什么人敢选嘛 这没错 那马总统又兴致勃勃嘛 每天要challenge 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 最奇怪的是 一个现任的总统 都已经做了七年了 如果他今天的政绩斐兰 他在520的时候 不是应该好好把它拿出来 缩嘴吗 我刚刚讲的 不是提供他一个线索 说股市上万点了 他以前不是要 一直股市上万点吗 那633不是他开的政建吗 爱台十二大建设 都是他的政绩啊 如果今天这个都到位了 他该讲的不就是这些内容 为什么不断在讲一个 不存在的东西 然后不断的跟一个 只是某政党候选人 在那里校正 一个堂堂的 中华民国现任总统 这完全是搞错对象 所以姚老师 他是刻意演出 他不是不懂政策 跟所谓国家的定位 他也不是不懂 他现在的角色 不能去挑战其他的政党 那如果是故意 就是欺骗的意思了 对但马总统以前这个 封共伟纪也很多啊 你看我们刚刚上个阶段 讨论那么多马市长的封共伟纪 你就不难理解说 他这个人做事 从来不站在公共利益思考 而且他现在讲这九二共识 拼命在那里讲 他大概还以为 九二共识可以争取选票 即便从选票的立场 2012调查显示 的确当时投票 九二共识还扮演了一定角色 现在再继续谈 这样子谈 混淆式谈九二共识 恐怕国民党的选票会更少而已 这方面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再回来谈 朱立伦回来了 中华民国的国民党 焦虑成到了一个 我已经无法找到形容词的地步 就说今天又出来一篇文章 大概是赵少康之类的吧 就说朱立伦还要参选参行 那我有时候觉得这些文章写的 让我觉得有点真的 真的为难人家了 他们好像不肯承认 现在国民党谁出来都输掉 你知道他为什么焦虑 就是因为他们还认为朱立伦出来会议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焦虑 他们就很文稳荡荡努力在国会选举 努力了让总统的选举 不要崩盘就可以了 我如果大胆的讲 现在的民调看起来 如果从1129到今天 我所看到的一个民调 我自己来评估 这一次如果总统选举靠近100万票的输赢 我都不觉得有什么惊讶 第一次那个马英九 他拿了四分之三的席次 立法院 他自己赢了 200多万票 200大概 260万票 对不对 对 第二次还赢80万票 然后接下来 就四年四年才过去 可能就要倒数到80万 你自己想想看 200多万80万 已经少了180万了 再少180万下来 他们没有警惕原因 这180万你从上次的选举票 其实已经可以算得出来了 对 民进党第一次 全国的票 越过国民党 议员 市场 从来没有 台北市有没有一次 议员的票可以越过国民党 不要算那些台联 不要算新党 不要算新党 民进党 赢过国民党 从来没有 连靠近都没有 这种现象 已经是普遍 每个现实现 那根本不要讲中南部了 台北都如此 那有什么好去焦虑的呢 然后这个时候呢 总算有人 是用这种心态出来的 这个人叫杨志良 到我们这里来 其他节目好像都不太理会他 可是杨志良又被朱立伦 跟他见面聊一聊 然后胡志强 现在也跳出来 支持杨志良 给他联署 杨志良每天在那里打电话 每天出去跑联署 我们来看看 他现在很认真的 在要参选了 说不定将来杨志良真的参选的 可能性不是没有 我们来看 拿出联署书 当面拜托国民党立委 杨琼英帮忙联署 争取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的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单枪匹马前进立法院 为党内初选联署冲刺 但是媒体大阵仗采访 可让他招架不住 在脸书PO出影片 证明自己拼联署 选总统不只是完真的 就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都曾经打电话给杨志良 要他坚持下去 一起为找回国父 孙中山先生的理念来努力 坦诚确实接到鼓励电话 但杨志良左一句右一句 就是不说是朱立伦打来的 毕竟国民党内 目前人弥漫着挺诸气氛 将料参选到底 杨志良的总统路 还要继续走下去 所以看样子 像杨志良这样子出来 也算是国民党一个清流 那朱立伦 这个王金平 王金平好像 我不晓得这些人 为什么会觉得 他现在不宣布参选 是对他自己有利的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宣布参选 或者不向人民 及早宣告他治国的理念 是将来还可能再参选 我完全不能理解 他现在脑海里 只想到的时候 朱立伦没讲话 之前我先不要讲 然后他不要如何 他不要如何 大家他们现在想法 就是关起在国民党里面 在想 怎么样在权力上 还能够最大的事件要出来 可他们完全忘记 真正决定的是两千三百万人 他们现在充满的就是算计 大家都在算计 自己当选的机率 算计氛围 算计谁要选 算计谁 可能的敌人是谁 假讲敌是谁 他们想的都是这些事情 就像杨老师说 其实他们现在 真的应该想的是 如果你真的有心 那你就好好的 去把你的政策端出来 然后告诉人民 就像杨志良这样 喊当当大方 你就像个汉子一样 那你干嘛在那边就东算计 西算计 然后算老半天 其实我讲真的 你当你们在那边做姿态的时候 只会让社会观感变得更差 尤其是什么 尤其找不到人 现在一直要要叫朱立伦出来 我其实觉得 现在叫朱立伦出来 其实也不见得是好选择 因为朱立伦现在卡到 那个福州合一宅的案子 因为他其实没有处理得很好 那么多的你的老百姓 在那个地方 他们花了心血 贷款 然后房子就长成那个样子 盖成那个样子 而且这一群人 就是社会当中 特别经济困难的 然后结果你 你宁可先跑到 跑到那边去搞 所谓的朱席会 然后你也不肯先去 见这些人的一面 然后你的公务局 在现场呢 也不想主动帮人民去检测 去对那些建筑去做 他到底是不是围绕检测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做 那而且实用之道 还是你新北市市政府发的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朱立伦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处理好 其实他要选举 这件事福州合一宅的案子 可能会伴助他总统的问题 就是他不止福州合一案 一定还有很多很多案件 这些我们都不要去讲他 这个你们知道 这个龟兔赛跑的新解说吗 为什么乌龟赢了兔子输掉了 新的解释是这样子 龟兔赛跑 因为乌龟一直看的是目标 对 兔子一直看的是乌龟 所以你老看 你老看的是对手 赛跑的人不要去看对手 对 赛跑的人一百公尺 看一百公尺目标 马拉松 你不要看对手 哇前面还有三十个人 后面还有三百 对准的目标还剩 十公里就调整自己的体力 继继续往前迈进 兔子如果不看到乌龟 他应该就继续奔 他就赢了吧 对 他就一直看乌龟 一直看乌龟 就在路旁睡觉 所以这叫做龟兔赛跑的新解 这就是国民党现在的问题 国民党现在的候选人就一直看着 朱立伦看王金平 王金平看的是 这个蔡英文 然后每一个人都看对手也好 看这个人看那个人 然后居然还有人看宋楚瑜 宋楚瑜看柯批 可是看样子只有蔡英文 稍微稍微现在稳定一点 当然因为他现在没有人要看 他就对着目标继续 你看他每天食品公司 照表操客 关心民众现在提供的问题 这个胜负应该 就按照这样子的表现 应该就差不多了 当然我们站在这个交兵 这个必败的概念 绝对不能说这个 可是我们用这个客观的评论来说 这个局面对蔡英文 或者对民进党来讲 我承认客观局势 由于马总统的大力助选 这有点像戈壁的雷雷 或者某甲某鱼 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之下 让很多的民众看清了说 哇原来国民党说人才 几几是假的 哇原来国民党很会拼经济 也是假的 原来国民党呢 这个所谓两岸牌 也不够而二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真正留下来千疮百孔 蔡英文的目标 不是什么对手 他的目标其实是 面对着马英九留下来的千疮百孔 要怎么样在未来的有限时间里面 赶快把它挤起直追 然后让人民的这些生活上的需求 给它补起来 你看要吃什么也不安全 要去买一个合宜宅 也得面临这么大的困扰 然后背后还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对蔡英文来说 她点亮台湾 她行脚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再一次的要蹲下来 了解人民遇到想要什么 这真的是一场很不公平的选序 这个过程是这样子 太多助选 你看董淑珍也是助选员 马英九也是助选员 食药署也是助选员 你看整天茶叶也不安全 油也不安全 什么都叫不安全 食药署也是助选员 然后你看 你这样算一算都是助选员 不过有一个关键 国民党不是没有要振作的人 杨志良老师 我其实就相对的 对他有一定程度的敬佩 就说 虽然他有点唐吉歌德的 那个态度 可是他会觉得说 非千万人无往矣 那他重点是他有目标 他知道说我要改革什么 我要其他的目标 跟我民进党是一样的 他说要公平正义 他要分配正义 那这个目标 基本上也是国民党 这几年来造成最大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是说 我先把国民党整垮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可是所有的国民党 现在台面上的人是说 哎呀我要能计算 这个最后的剩余价值是怎么样 我再来决定我参选 不参选啊 这跟杨志良在那里想说 反正我赢也输 我输也赢 我都没有差 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人才看得到目标 才能真的说 对国民党有震衰起闭的效果 老实讲 我根本不需要去跟国民党提醒这些 所以其实这点嘉欣 对杨志良来讲 这个他不能开口 我来帮杨志良来开口 应该号召一下民进党的候选人 不是候选 民进党的支持群众 是 就是说要在网路上发动一个 叫唯一支持杨志良 唯一支持杨志良 黄复兴对他来讲是陌生 对 他每天一个人辛辛苦的在走 看样子 真的客观上正常的候选人 现在在国民党里面变成最 最最最最被冷落的候选 是 连那个红袖柱都还有万民拥戴的样子 因为黄复兴非常喜欢红袖柱 杨老师我们找一个想花絮啊 因为前两天吴 吴大立委 对不起我讲错了 吴维格了 吴维格 这个特别讲了一个讯息说 哇现在网路有人在联署 要朱立仁出来选总统啊 那可是到昨天呢 我就突然看到了说 网路有更多的人联署 要连胜文出来选总统啊 那 大家 不要让 不要让联胜文不开心 是 不要让联胜文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谈 我们现在的现状是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蛮久讲的现状 也不是蔡英文讲的现状 我们的现状是什么 有一个天天去惹下一届总统的 马英雄 他不理正事 他不出早朝 他也没有晚朝 他每天想的就是他自己的历史贡献 然后他就惹下一任的总统候选人 然后我们有个国民党叫执政党 他在国会的党团 现在没有完全不见任何的优先法案在审理 说两岸监督条例应该是他们自己很重视的吧 也完全没有进度 总而言之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食品安全也天天出现 现在也不会有任何的在火花了 因为反正 这现在只有大毒小毒的问题 没有不毒的问题 那然后再加上现在有一个 所以台湾现在很毒啊 他说不要台毒 可是天天在毒我们啊 然后现在只有一个很孤独的蔡英文 在自己走街 在自己拜访南来北往的 这个台湾这样下去 对老百姓还是不太有利吧 是 确实是这样 这样子有点不对劲嘛 你不觉得我们政府不像政府 我们中华民国现在政府只剩一个叫台北市政府 所以人家叫做府院党 那个府叫台北市政府 是 这不是总统府 那而且所有的媒体焦点都在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在你们廉政委员 不是在中央政府的什么委员会 这方式这样子下去 恐怕这个国家不能够这样运作 对不对 因为很畸形啊 因为照理说国家大政 我们这么说好了 行政院还是在那个地方啊 你光是看最近 这每天啊 几乎真的是三天两头 食安的问题都是报不完哦 我们国不要讲别的 光是从食安从去年到今年 你看看有没有解决掉 没有一个解决掉 好可怕啊 从油有问题 到海带有问题 到豆干有问题 然后到现在茶有问题 茶的农亚问题 光是报到今天为止 今天是这一家 明天是那一家 后天又是另外一家 签到现在为止签不完耶 什么东西都有问题耶 你现在光是食安啊 一个行政院 连食安都没办法搞定 你说这个政府是不是 看起来已经失控 我觉得政府看起来有失控啊 然后光是去年说要做什么 房地合一十家课税 从去年讲到今年到现在 什么都没发生 到现在连令都还没有出行政院 你要更不用讲说要立法院去做 去审这个案子 所以你看去年到今年 台湾到底改变了什么 很多事情都没发生嘛 那他的任期剩下这半年 一年的时间要怎样 台湾只能怎样 空转吗 我觉得好可怕啊 因为台湾还很多重大议题 没有处理耶 年金改革处理了吗 没处理啊 那居住正义处理了吗 也没处理啊 那对产业结构转型处理了吗 也没处理啊 因为马总统说维持现状啊 维持现状就是不能做啊 这些就 我就暂时先讲到 这个政府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大家好奇的蔡英文 这个我 我现在我必须要请嘉庆回来 因为最后啊 什么三不五十就有人猜一下 未来的总干事啦 未来的副总统啦 未来的院长啦 什么蔡要找送 要不要合作一下了 好像已经做官了 这个恐怕我看也不是好现象 这都是警讯 因为如果到现在为止 就认为说 中华民国的国民 有义务要投你这一票 那就做 这个就是做天方夜谈 因为任何一个公民 他可以给你权利 他也可以收回他的权利 那明年 这个1月16号以前 任何一个人犯了一个错误 都有可能会造成翻盘 这也是为什么赵绍康 这些国民党的关心人士啊 或者说蓝营的这些 对于他们前途关心的人会 还是积极于希望说 有一个可能还像样 可以挑战的人出来 维持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他们打这个算盘 所以我们民进党的态度就是说 今天不管是推什么样的 候选人出来 我们一定都是严正以待 我们都是兢兢业业业 而且我们面对的 就刚刚老师说的 往目标前进 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要解决 人民遇到的困难 目标是要解决 台湾经济的困顿 目标是要解决 台湾能够走出 这个狭窄的 这个两岸封锁 而能够进入国际的社会 所以其实前一阵子 有人问过我 说要我预测一下 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能预测 因为没有任何的数字嘛 可是我真的有一个可以预测 他说什么 就是明年总统选举的 投票率一定很差 你知道投票率差 可以差到什么程度 过去总统跟国会的投票率 如果你观察 永远有5%到10%以上的差别 你知道10%是多少票 就是有120万到140万人 不出来投票 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人 如果投票率差的意思 就可以差到只有6成多 总统从来没有说什么 到7成以下的投票率 有可能 这种情况 投票率差会什么结果 这一次朱立伦 差点因为投票率差翻盘 朱立伦之所以 这次这么靠近 第一个重要的 你只要看他的那个 投票的那个投票所的结果 你就知道非常大的一部分 有一批蓝军的部分 完全没有投票 我愿意出来投票 他的投票是全国最差的一个地方 刘老师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台北市 台北市 我来自大安区 大安区投票率也创下 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 对 6成多 结果 柯批的票还捐这么高 就表示那一个 敌消我长的 那个非常清楚 所以未来 我跟你讲 人民要么就是冷 现在厌恶就是冷 因为他天天看着 都这些事情 不是弊案 一送 他没有好事情发生 要不然就时安 他没有好事情发生了 到现在多久 没有好故事出来的 选举你要给人家一个 政府人心的故事